汤根比波斯说 孔孟修说大乘佛法 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 儒家将伦理道德 佛根道将因果报应 不是假的 真能救世 世善业道做了总结 世善业道的宗旨 就是执情之物 钱是我们今天一切 我们有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言语 不善的行为 身口意的行业 做错了 将来一定要感到的悟苦 佛教我们世善业 是把过去的我 到现在止住 不再走我了 这叫修世善 永远不再走我了 所以世善的礼要清楚 思想要明白 落实在生活 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 把齐心动念管好 决定不可以握住 所以就不恼于他 他是一切众生 你不会让众生生烦恼 你不会伤害众生 行经之善 从今之后 我们归于佛 归舍回头 一是依靠 依靠佛陀的教会 断无修圈 这是宗旨 这才能利用一切众生 前面 生三页 不杀 不道 不言 口四周 不忘语 不齐语 不悟口 不念语 现在我们接触 义三页 一是齐心动念 齐心动念 是造业的根 在这个十页里头 比什么都重要 不贪 不成 这在佛法称为三善根 世出世间 一切善法 从这身 这善根 翻过来呢 叹成痴 叫善土 能生一切种 一切物 都从这身 那佛告诉我们 贪心 贪心 感的是 国贵道 成慧 感应的是地狱道 欲吃 感应的是出生道 所以 墨鬼 地狱出生 从哪里来的 从贪嗔痴来的 贪嗔痴 要是断掉了 三窝道 就没有了 这三窝道的因 没有因 拿来的国报 所以 三窝道 是自己 贪嗔痴 变形 出来的 你堕三图 自作自首 不是别人 造的这个 这三道 让你去受罪 不是 全是自己 业力 变形 出来的 我们要知道 要怨天诱人 那叫罪加一等 那罪就加重 明白这个道理 不怨天 不诱人 不怪人 全是自作自首 不许多 不许多 发入 变形 了以后 里面